新竹縣長楊文科舉行就職兩週年記者會 表示推動的五支劍目前進度超前 新竹縣長楊文科上任後 提出五支劍拼經濟 其中AI智慧園區已完成招商 將有四家科技大廠進駐 未來營運後 渴望增加四千個就業機會 年產值超過一千億元 我們整個招商成功 我們四家公司投入我們的 國際AI智慧園區 我想我們智慧園區 帶給我們整個台灣 將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研發引擎的一個作用 楊文科也細數 執政兩年來的各項政績 高效能焚化炉 預計在明年三月動工 生命紀念園區 台支園區以及科學園區三期 也都依照進度規劃進行 在十大交通建設方面 也傳出好消息 那十大交通基礎建設 我們也已經在規劃設計 以及準備之中 我們希望在未來兩年內 至少要有三個交通的建設 能夠來付諸來實施 來動工新建 楊文科表示基礎建設 是城市發展和蛻變的關鍵 透過縣府議會公所緊密合作 會一步步完成各項縣政工作 持續為新竹縣未來三十年容景來打拼 記者總報道